期时间函数的相关应用 那里面的话呢 比较重要的 当然我们有几个重点 那我们把那个表单设计回顾一下 所以如果你对那个表单设计 这个单元 这个假设不是那么熟悉 我建议就是在复习 尤其是因为动作还蛮多的 那你一定要自己试着做一遍 否则的话 其实蛮多地方都可能会发生错误 蛮多细节的 那再来的话 就是上个礼拜讲的有关 那个日期时间的那个形态 那主要我们第一个是讲 有关制定格式 假设说 如果某一些格式像民国年 或者是说什么 斜线变成点或补林的话 还有像周期 这个上个礼拜有讲过 那个部分蛮多 其实以色列里面的格式都不存在 那如果不存在 你要把它自己把它变出来的话 那你要记得要制定格式 要有一个制定 那其实如果不存在 你可以把它拼拼凑凑 也可以凑出来 这个其实还蛮重要 因为很多地方 也是有它不可能 全部都帮你想到那些格式 但是可能你工作上 会需要那个格式的话 那你可以用制定格式来做 但是呢 制定格式之外的话 还有所谓的计算 那个日期 日期怎么去计算 日期本身呢 存在以色列里面 就是一个整数 它是跟那个190年1月1号相差几天的意思 那时间的话就是小处点 这个上个礼拜有讲过 所以如果你假设对这部分不是很熟悉 就回去再看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怎么把 因为一个日期里面包含的 有所谓的年月日跟周期 那如果你要把这些讯息切割 因为常常做报表 一定会根据年度 月跟日 或者是说周 甚至是季的话 那你必须 假设你要做报表的话 你必须要先产生那个栏位 那那个栏位可能 它不是单独一个栏位 那你势必要把它切割出来 那切割的方法 我上次有没有讲过 你可以用那个日期函数来做 比如说月、月、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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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你可以用文字去切割 但是切割之前 一定要先换成文字形态 才有办法切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同学问的问题都跟这个有关系 我发现 如果你会那个方法 马上问题就解决 但是不会的话 那问题就很大 尤其是你要做报表 我发现很多人不会 那怎么办 我很佩服有些人 他自动的 自己就突发了 那慢慢把它变出来 但是如果你会的基本函数很快就OK了 因为这不会很重要 尤其是你要做报表的时候 这个方法不会 就真的 那就是头痛的问题了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细节请各位回去自己来看过 这个其实反正 影片我觉得好处是说 你可以反顾听 反正听一遍 可能是懂不懂 听第二遍好像有点清楚 听第三遍的话 好像马上就越来越了解意思了 OK我真的蛮有同意说 如果我没有把它录下来 真的你听一次 下一次来都忘光了 真的 尤其像这种东西 比较技术性的东西 你要马上一听就懂 除非说那个东西你本身就已经熟悉了 但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可能很快就会忘记了 更何况是城市部分 有没有尤其是VBA 刚我讲没办法慢慢讲 可是一架带过你可能又很多都忘记了 或者是跟不上 那当然后面你也许就通通都做不出来 就会一直跟不上 那跟不上的结果就是你可能这一期 学完之后你好像有听到了 但是不一定听懂了 听懂了还不听得做得出来 所以有的人可能要报好几期才能学完 有没有 才能真的能够用在工作上 那我当然会录影下来 就是希望你听一次就好了 你下一次就不用再来了 所以当然呢 你可能基本上大部分都不会重复了 OK 不过当然如果站在老师角度来看 是希望你们多来几次 不然的话人就越来越少怎么办 以后就没有学生来上课 那会有招生问题 不过我昨天一点不是这样想的 不过还好目前都还有 都几乎是满班 不过我发现怎么 大部分同学人越来越少 陆陆续续 之前前几期是有同学说 老师他就我上班很忙 可能没办法来上课 但是我会在线上听讲 或者有的是住在外线市 他只有第一次来 第二次之后他就没办法来 因为他交通太远了 他只是希望能够加入到 我们的影片论坛里面 OK 但他也会email跟我讲 其实录影主要还是希望 解决 就是让大家 就是有些上班比较辛苦来 可能没办法专业领奖回去 还有机会复习 真的可以学会 并且能够在工作上 能够发挥 这是我的诉求 OK 好 其他还有像Dedif OK Dedif非常重要 但是他不能插入函数 OK 你要自己打 而且不能打错 还有要三个参数 前面的日期 后面的日期加一个 Y的话是年吗 月日 还有算完年之后的月 算完年月之后的日 有没有 YM跟MD 那个部分上个礼拜有一个精确年龄的练习 另外的话就是最后做个年历 OK 不过年历最后其实是非常高阶的 所以呢 我上礼拜最后是仅供参考 如果你一下听不懂 请各位回去看影片吧 因为是还蛮多想讲一些些 但是说真的有些东西受限于时间 所以我就比较快速的演练 所以上礼拜东西 那还记得吧 还原 按下它全部回还原 按下去 年历的话就是说呢 先输入某一年 2021好了 OK 然后它会先放在这边 自动每个月的第一天 其他日期 最后格式化 OK 有变吗 你还是我输入的是 2010好了 OK 旧日期 有了 有没有 99年 不是应该太快了 OK了 我先清掉 那这样感觉好像没有 2011好了 OK按确定 好 这样 它实际上就是把什么 把好几个动作 全部穿在 一 输入到这边 这个是一嘛 二的话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一天 再来每一个月的其他日期 还记得吧 那最后是把它格式化 所以总共会有四个动作 全部穿在一起 那就是年历的自动化 那以后你们工作就一样 反正你全部的事情都可以穿穿 看几个步骤 你就把它分析完 那全部穿在一起就OK了 那这个程式部分的话 云端上也有 影片的话上礼拜影片 所以回去 假如细节部分不太清楚的话 都在这个清单里面 像年历自动化就在这一段 大概14分钟吧 不过我发现 我好像快讲到一半 我会发现很多人已经头很晕了 呈现晕眩状态 所以我就 尽量我就把它讲完 不过 至于是那些细节怎么做 其实都有说到 那如果你都能够体会 而且听懂并且做得出来 我跟你讲以后很多事情 就可以类似 把它怎么样 如法炮制修改一下 应该就可以达到很多的 报表自动化的目的 OK 如果以后你要做任何报表 年报表 月报表 日报表 季报表 周报表 全部都可以自动 看你要什么报表 我就输出给你什么 并且直接就寄给你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太方便了吧 以后老板要什么 你跟我 你当然要装忙了 不过至少你很快可以做完 但你 可是你至少你会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慢慢再去 去把那套东西弄到他满意为 不过你就是有个缓冲时间 因为你效率高 OK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学习 这个函数 进阶函数跟VBA主要的目的 OK 但我们还没有讲到 像现在最夯的AI 如果AI的话 那当然又更另外一个层次了 不过我们是阶段性的 慢慢的 有点像爬楼梯一样 你不可能一下跳到上面 但你可以阶段性的 如果你程式不够OK的话 后面你要再去学 一些AI的一些人工智慧 你就会比较有概念 因为它其实就是从这个地方 慢慢往上爬的 OK 好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的一些重点说明 那我们的东西 其实论坛你都有了 所以如果你有加入的话 理论上应该 你只要进到这边 你只要登录Google账号 都可以看到每一次上课的清单 那今天的话 已经是第五次上课了 所以慢慢这个清单会越来越多 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 或者是说你的email信上 应该会收到这个影片连结 你只要点击它 就可以看到了 OK 当然如果你们有相关的问题 也欢迎你在YouTube上面 可以留言 没有关系 比如你几分几秒的地方 你让我知道 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可以提出来 或者是说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或者说老师 你某部分可不可以讲 再详细一点 诸如此类都OK 因为我比较想要知道你们的回馈 feedback让我知道一下 不然我会以为你们都会了 但实际上我觉得你们应该还是有蛮多的盲点 OK 好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再来看 所以日期时间函数就先到这边先打住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再来看日期时间函数 所以待会请各位开启 那个日期时间函数这边 然后开启这个档案之后的话 切到那个第一个上行 上这个工作表 那请各位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卡卡实验小学 不过我们要把它加总的月考总成绩的话 没有那么单纯 我希望这边有个比重 它这30% 后面的话一样是30% 30% 不过加起来可能不到100% 所以最后一次干脆40%好了 加起来就100%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些成绩全部 乘上比重之后的结果 那当然方法有好几种 第一个的话你可以用公式 比较不是那么聪明的方法 就是这个成绩 怎么样 乘上它的比重 加上这个成绩 乘上上面第二个比重 但是它的缺点是你必须要一直加 一直乘 有没有 那最后的话呢 因为这一列的储存格不能变动 因为向下填满 所以你把11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一般按F4也可以 只是说你只要锁11列就可以了 因为待会这个比重这一列的资料不能变动 因为一变动的话 就会反反硕 所以向下填满 成绩就算出来了 但是这个方法其实不够聪明 有没有什么函数可以取代 当然有 插乱数 今天因为讲数学 所以请各位切到数学 数学里面跟Sum有关的 所以你Sum开头 S开头 Sum里面的话 当然这个太简单了 我们主要要 这个SumPoda里面 你可以看到 传回多个阵列或范围 其实就范围 它各相应 相应什么呢 元素 乘积 相乘 是总和 那不就刚刚公司做的事情 所以其实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给 array array 其实以后各位看到array的话 就是范围或阵列 然后第一个范围 第二个范围就这一个 OK 那它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结果算出来了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在那个Excel里面 它 储存那个资料 有没有 如果是一个范围的话 那你会看到 它就是一个大刮户 中间用豆点隔开 这个叫正列 VBA里面也是这样的叙述方法 其他蛮多语言也是这样子 大刮户 就是放很多资料的意思 那相乘之后 可是等一下要向下填满 所以一样 我们怎么样 把这一个范围 按F4 选取就按F4 把它锁列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一样 在11前面加前的幅号 按个确定 这样就OK了 其实它这个很多范围 不止两个 三个四个 它绝对二五个 很多相乘 然后向下填满 如果要取到小券 整数的话 就减少就OK了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公式跟这个的结果一样 可是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待会的话我们要让它更简单 所以会需要用到VBA VBA里面 我希望各位可以试试看 一按下这个按钮 自动做完这边的结果 但是我们前面讲过 一样 有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把公式放到里面去就好 有没有 这个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好用 以后任何地方都可以用这个方式 去完成你的工作 它的好处就是 反正你都做过了 对不对 你就不用去想VBA程式怎么写 只要知道回圈 有没有 这个应该会吧 所以试试看 二的话 如果我今天不用丢公式的话 一样要把结果丢过来 不是公式 是算完的结果丢到里面来 那这个地方VBA该怎么写 最后一个清楚 这个我想请各位试试看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 请你制定一个什么 更简单的函数 那个函数 插入什么 成绩函数跳出来 你就给什么 一个两个三个 结果就出来了 更简单 反正你给我几个 我就帮你算完 你连三波达就都不会用 也没有关系 所以待会请各位想想看 就是后面的VBA变化 那先试试看 这个总分 公式跟三波达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利用这些方法 主要当然目的就是 如果你会的方法越多 当然你相对的效率也会提高 你会想哪一个方法最快 你用那个方法吧 OK 所以这些其实逻辑上都是相似的 那像那个输出公式这个部分 我们也做了N变 那尽量各位 再怎么样也要来把它熟悉 那工作上如果有用到类似的需求 你就不断演练 然后慢慢再去思考说 怎么样再把很多个动作 全部串在一起 就可以把你每天重复的事情 全部都变成可以一键完成 这样的话 你可以大大节省 你每天重复新的工作 剩下来就是你会多出很多时间 那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数学函数部分 zyst点赞的登归